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没能把它放逐到边缘的地方去 这是政治上的过错 自古昏君多是碌碌无为的愚蠢之辈 中间不分 雍贤不便 凡能讨自己欢心 奉送美色者就重用之 除此之外 一切都不重要 这样的人江山难保 事业也不会长久 明武宗诸侯赵是明孝宗的长子 生姓荒银好色 他曾让宦官依照京师店铺在宫中设店 让太监扮作老板和百姓 武宗则扮作富商在其中取乐 碰到争议就叫宦官充当市政来调解 在酒店中又有所谓当卢妇 供武宗淫乐 他还在西华门侧修建享乐用的报房 日夜居于其中 命教房月宫陪侍左右 纵情享乐 此后武宗连宫殿也不去了 那些教房月宫因此得到皇上的宠幸不可一世 明武宗十分信任武将江宾 开始是由于江宾作战英勇 在一次平定反叛的战斗中 江宾中了三箭 有一箭是从耳朵后面传出 但江宾拔出箭来继续战斗 而江宾为了进一步得到皇帝的喜欢 就刻意让武宗微服出访 当然这样做的目的 不是要让皇帝了解民间疾苦 而是引他到教房寻欢作乐 武宗从小长在深宫 宫里规矩太多 一直觉得没有意思 现在到了民间 武宗感到民间真是风情万种 就沉迷其中 哪里还顾得上朝政 江宾对皇帝说 宣服乐宫中有很多美女 不如到那里走走 既可以了解边境的情况 还可以寻寻开心 何必闷在深宫中 皇帝听了很高兴 他们就微服远行 经昌平到居庸关 传令开关 寻官御使张钦拒不奉命 持宝剑坐在关门下 说敢言开关者斩 武宗不得已只好返回昌平 几天后 张钦初寻白羊口 武宗急忙下令 让古大用代替张钦 乘机出关 九月到达了宣府 他们如同鱼入大海 每天出入教房 和女人们混在一起 江宾在宣府 为武宗迎见镇国府地 将报房所储存的珍宝 和巡游途中收取的妇女 纳入府中 武宗每次夜行 看见高屋大房 就进去索取燕饮 或搜取美女 武帝日夜在府地寻欢作乐 称为家里 盐随总兵马昂被罢了官 听说皇帝来了 就把一个妹妹献给了武宗 这个妹妹不光长得漂亮 还会唱歌 骑马射箭也样样精通 武宗十分高兴 有个叫碧春的官员 其妻子很美 而且怀了身孕 但还是被马昂带着江宾夺了来 皇帝一见便着迷了 于是马尚封马昂为右都督 渐渐的 武宗变得越来越荒淫了 一天 他到马昂的家中 要马昂把妾献给他 马昂没有答应 武宗就大怒而起 马昂害怕了 就巴结太监张忠敬 请他斡旋 把自己的妾杜氏献了出来 又献上美女四人 皇帝这才转路为喜 升了马昂的官 太原进府岳宫 杨腾的妻子是岳师刘良的女儿 娇美善歌 武宗见了十分喜欢 就把她带回了宫中 称美人 饮食齐居一定和她在一起 左右有的触怒了皇上的 都来托这个姓刘的女人 常常是刘女一笑 所托之事便迎刃而解 连江斌这样的亲信大臣 也称她为刘娘娘 皇太后死的时候 武宗前去拜祭 江斌一路上抢了不少女人 竟然装了几十车 跟随皇帝供他淫乐 靠着和皇帝的这层关系 江斌在朝中气焰熏天 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后来 这个昏庸的皇帝贪难成性 社会矛盾激化 激起民众大规模的反抗 爆发了留六留七农民起义 统治集团内部 朱晨豪起兵反叛 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 武宗在位十六年 只活了三十一岁 若不是因为江斌这样的宠臣 兼知己 明武宗的下场 就可能不会这么糟糕 但历史不会重演 中间不变之人 永远不会有好的收场 所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所谓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对那些奸邪之辈 永远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及时发现 及时清退 稍一犹豫 就足以悔恨终生 大学 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大学 而是一篇论述儒家 修身治国 平天下思想的散文 相传为曾子所作 与论语 孟子 中庸 并称为四书 大学中提出 做人要心思端正 要有自强不息的人生观 强调了学习者 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 还强调了 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 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与促进社会发展 都具有积极意义 大学主张积极入世 关心人民疾苦 努力改善民生 维护社会安定和统一 对社会的繁荣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欢迎继续收听 大学解读 亲信奸臣 远离忠臣带来的后果 是不堪设想的 这样的教训 也是举不胜举 可很多当权者和领导者 仍然会犯这样的错误 多少小人仍然逍遥自在 多少有能力 又忠心耿耿的人意之士 却不得好下场 这样的领导者 是不会有善终的 忠臣往往被谗言所害 比如 大家熟知的岳飞 毁于秦桧之手 这是最高领导者的愚昧 也是其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这里我们不想说秦桧是多么无耻 已经说的太多了 我们只想告诫领导者们 多学习那些英明的当权者 在任用贤良之人的时候 一定要坚定不移 不要被谗言左右 不要再让悲剧重演 战国时期 魏国国军魏文侯 准备发兵攻打中山国 有人向魏王推荐了一个 叫岳阳的人 说他文武双全 领兵有方 可是也有人说 岳阳的儿子岳叔 正在中山国做大官 恐岳阳不肯下手 后来 魏文侯了解到 岳阳曾拒绝儿子 奉中山国军之命 发出了邀请 并劝儿子弃暗投名 于是 魏文侯决定 启用岳阳 让他带兵 征伐中山国 岳阳率兵攻击 中山国的都城 而后却围而不攻 几个月过去了 魏国的大臣们 议论纷纷 可魏文侯 从而不闻 只是不断地 派人去慰问岳阳 又过了一个月 岳阳见时机成熟了 便下令功成 一举成功 岳阳带兵凯旋 魏王亲自为他 接风洗尘 宴会之后 魏王送给岳阳一只箱子 让其带回家 再打开 岳阳回家后 打开箱子 见里面 全是在攻打中山国期间 一些大臣诽谤岳阳的奏章 岳阳十分感动 从此 君臣之间 更加相互信任了 可以说 在魏文侯决定启用 并授予岳阳兵权之后 在岳阳 久违中山国都城 而不攻 许多大臣 煽风点火的情况下 也曾经起过疑心 但是 他却能够分析厉害 用谨慎的思维判断 并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一如既往的支持岳阳 因此 带来了积极的结果 不仅收获了中山国 更重要的是 收获了岳阳这么一位 有才能之人的心 当然 现代历史上 也不乏这样的人 美国前总统 尼克松 就是其中一个 尼克松 没有当上总统之前 曾经与洛克菲勒 两次竞争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在提名的角逐中 基辛格都是 全力支持洛克菲勒 而公开反对尼克松的 但是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 不计前嫌 任人为嫌 提名基辛格 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这一要职 基辛格成为其 得力的助手 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基辛格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也是尼克松这个名字 永远地留在了 中国的历史记忆之中 大学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大学 而是一篇论述儒家 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 相传为曾子所作 与论语 孟子 中庸 并称为四书 大学中提出 做人要心思端正 要有自强不息的人生观 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 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 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与促进社会发展 都具有积极意义 大学主张积极入世 关心人民疾苦 努力改善民生 维护社会安定和统一 对社会的繁荣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大学解读 大学解读